各位朋友好 这里是小民之心 新闻点评 今天是10月13号 前些天 中纪委正式公布了 对孙立军的审查结论 其中罗列了45条罪状 比如 被其两个维护 毫无四个意识 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 制造散布政治谣言 等等等等 当局给孙立军的这些罪名 尤其措辞的严厉程度 平时并不多见 我在前几天做过一个节目 副部级官员 郑国级评语 孙立军到底犯了什么事 曾经分析过 孙立军的罪名 为什么这么严重 我在节目中提到 中纪委指责孙立军 政治品质极为恶劣 阳奉阴违 欺上蛮下 老取政治资本 为事件个人政治目的 不择手段 操弄权术 等等等等 这似乎流露出 在一段的时间里 孙立军得到了 习近平的赏识 或许 也正因为如此 事发之后 自然会让习近平 更加的愤怒 乃至咬牙切齿 昨天 多威发表了一篇文章 第五个现代化与公安改革 孙立军 傅政华落马 意味着什么 这篇文章提到 在中国警界 乃至中共官场 孙立军被认为是能力 也就是能干的官力 但是 他的能 又是其认识不清自己 做事往往不择手段 目无法技 胆大妄为 围过造成的影响 也比一般的腐败性案件 更为深远 损失特别巨大 比如 孙立军 欺上瞒下制造的 铜锣弯案等影响 可以说是历史性的 俗话说 做贼的三年不犯 不打自招 多维的这篇文章 证实了 铜锣弯案件 就是中共的公安部制造的 孙立军的其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 多维这篇文章提醒我们 孙立军落的 今天这个特别的下场 或许就和这个事情有关 只是 说孙立军 气上瞒下制造了铜锣弯案 这显然 是在替习近平洗地 毫无疑问 铜锣弯案造成的影响 极为深远 可以说是历史性的 今天 中共当局所面临的国际环境 是如此的严峻 显然和中共当局在香港 强行实施国安法有关 而中共当局在香港 强行实施国安法 则和香港的反送中抗议 有关系 香港上百万人上街抗议送中条例 就是受到了铜锣弯书店事件的影响 在2015年的10月到2015年的12月 香港铜锣弯书店的经理 店长等五人 先后失踪 几个月之后 由于偶然的原因 这个事件才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后来人们得知 这五位失踪人员 全部都在大陆 都被中共警方控制了起来 这其中一位是在泰国失踪的 另一位是在香港境内失踪的 这也就意味着 中共警方直接在泰国和香港 将这两个人绑架回了大陆 特别是中共警方公然无视香港的私质 直接在香港跨境抓人 极大的震惊了香港人 也震惊了国际社会 而且被失踪的五个人当中 一位是瑞典公民 另一位拥有英国护照 因而 铜锣弯书店失踪案 变成了国际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 铜锣弯书店的员工 之所以遭到中共警方的绑架 和这个书店 要出版一本 描写习近平私生活的书 有关系 从最简单的厉害关系来推断 习近平本人显然和这个绑架案有关系 可以想象 习近平当局是一定掌握了某些 与这本书有关的信息 并且感到了危险 所以才决定绑架相关人员 阻止这些信息向外扩散 网上有文章提到 孙力军自2013年开始 担任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局长 主管国内政治保卫 和港澳政治安全 铜锣弯书店事件 就发生在2015年 那个时候 孙力军正是中共 港澳政治安全的最高负责人 铜锣弯书店员工被绑架一案 孙力军应该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可以推断 由于孙力军负责政治保卫 特别是他参与了铜锣弯书店事件 孙力军和习近平应该有过比较密切的交往 将铜锣弯书店的五个员工 顺利的绑架到了大陆 孙力军应该是替习近平立下了汗马功劳 想必习近平也看到了孙力军的能力和担当 2018年3月 铜锣弯书店事件两年之后 孙力军晋升为公安部的党委委员副部长 很有可能 习近平根本就没有料到 绑架铜锣弯书店员工事件 他的后果会如此严重 甚至直到今天 他也不一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 事件爆发之后 这一行径遭到了国际社会强烈的质疑和指责 面对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 中共的外交部 港澳办 极力为此做出辩护 可以肯定 铜锣弯事件 涉及到了中共当局的多个重要部门 孙力军 他不可能一手遮天 孙力军最多 他只能控制公安部 他不可能控制港澳办 不可能控制外交部 不可能控制新华社 而这些部门都可以了解到铜锣弯事件的 所造成的严重影响 他们不可能不向习近平报告相关情况 我们很难想象 孙力军敢于擅作主张 绑架相关人员 我们更是无法想象 在铜锣弯事件成为国际事件之后 习近平会不了解相关情况 也就是说 即使在事件一开始 习近平不知情 那么到了这个事件引起了国际关注 习近平也应该知道了 然而此后 孙力军却被晋升为公安部的副部长 这说明 孙力军在铜锣弯事件中的表现 习近平是满意的 多位的文章说 孙力军欺上瞒下制造铜锣弯案 这明显不符合逻辑 在铜锣弯事件上 孙力军既没有必要欺下 也无法做到蛮上 中纪委指责孙力军政治品质极为恶劣 阳奉阴为欺上瞒下 捞取政治资本 为实现个人政治目的 不择手段 操弄权术等等等等 这显然说明 在一段时间里 孙力军确实得到了习近平的赏识 因而让孙力军有些忘乎所以 这其中的原因 应该和孙力军在铜锣弯事件的表现有关系 作为公安部的政治保卫局局长 孙力军无一属于公安部内部的实力派 再加上又得到了习近平的赏识 他在公安部里边飞扬跋扈 不可一世 也并不令人意外 孙力军被习近平突然拿下 势必会在中共高层 特别是在公安系统引起极大的震撼 毕竟 孙力军一直都是公安部里的红人 在中纪委决定将孙力军双开之后 公安部训计召开会议 向党中央表态他们拥护 这个会议表示 党中央坚决清除这一党内的毒瘤和政治隐患 十分英明 完全正确 非常及时 强调党中央十分英明 完全正确 果然显示 这个事件非同寻常 反过来说 这个说法又恰恰暴露出 孙力军被拿下 存在着可以质疑的地方 使用这类套话 恰恰说明有人认为中央的这个决定 不英明 不正确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孙政才被处置的时候 当时 农业部召开会议表示 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孙政才案处理决定 会议表示 党中央决定开除孙政才党籍和公职 将其涉嫌犯罪的问题及线索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非常正确 非常英明 十分及时 孙政才被查处 完全是咎由自取 惩罚应得 我们知道 孙政才是中共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 曾经被外界认定 是未来中共总理的接班人 孙政才突然被拿下 无疑是一个重大事件 他预示着习近平将废除中共中央安排的接班人的规则 孙政才被拿下 显然是源于政治斗争 农业部称赞党中央非常正确 非常英明 恰恰是因为这个事件做的太露骨 太霸道 当局给出的理由 根本就无法让人相信 而这一次 重处孙力军 当局给出的罪名 实际上也无法自圆其说 也正是这样 才需要特别的送赞 十分英明 完全正确 俗话说 半军如半虎 孙力军自以为 替习近平立下了功劳 而有些忘乎所以 乃至忘义中央大政方针 甚至制造散布政治谣言 也就是说出了 不可以说出的秘密 最终彻底激怒了习近平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 为什么当局对孙力军的指责 会是那么的严厉 那样的愤怒 给人一种咬牙切齿的感觉 习近平对香港的仇恨 固然和铜锣湾事件有关 但是 如果习近平就此收手 局面还不至于如此糜烂 正是因为习近平 不断的迫害香港的一国两制 不断的剥夺香港人的自由空间 才激起了香港人的拼死反抗 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 事到如今 香港事变引发的后果 已经无法收拾了 多伟的这篇文章 指责孙力军 欺上瞒下制造铜锣湾事件 似乎是想让外界相信 习近平被他欺骗了 想减轻习近平的责任 可问题是 孙力军 根本就承担不起这样严重的后果 孙力军被拿下的原因 也并不是因为铜锣湾事件 就像中纪委他给出的罪名一样 孙力军最主要的是 不守政治拒律 不讲政治规矩 对习近平缺乏敬畏 肆意妄为 孙力军之所以敢这样做 可恰恰是因为 他因为铜锣湾事件而得到了习近平的赏识 恃宠而骄 迁怒于孙力军 嫁祸于孙力军 只会让习近平再次出丑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 谢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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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